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日前宣布,2024年4月,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为464亿美元,与去年同期的401亿美元相比,增长15.8%,与2024年3月的459亿美元相比,环比增长了1.1%。 此外,WSTS最新发表的行业预测,预计2024年,全球年销售额将增长16.0%至6,112亿美元。2025年,将继续增长12.5%。 SI总裁兼执行长张乌弗尔表示,2024年,全球半导体行业,每个月的销售额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。 4月份全球销售额今年首次环比增长,表明临近年终时市场势头良好。 此外,最新的行业预测显示,2024年的年均增长强劲,其中每周市场的销售额将领跑,预计今年将增长25%以上。 从各地区销售情况来看,2024年4月份,每周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32.4%,中国同比增长23.4%,亚太所有其他地区同比增长11.1%,欧洲地区同比下滑7%,日本同比下滑7.8%。 但是从环比来看,每周地区销售额环比增长4.2%,日本环比增长2.4%,中国环比增长0.2%,但亚太所有其他地区环比下滑0.5%,欧洲环比下滑0.8%。 此外,SI批准了WSTS2024年春季全球半导体销售预测,该预测预计2024年全球年销售额将增长至6,112亿美元,这将是该行业有史以来最高的年销售额。 预计2025年全球销售额将达到6,874亿美元。 按收入计算,SI代表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99%,占美国以外晶片公司的近三分之二。 与此同时,台湾业界预测,台积电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可能会超过目标,因为客户的人工智慧、AI和高效能运算、HPC相关订单源源不断。 今年7月,苹果iPhone16系列手机晶片和英特尔3奈米晶片将开始量产。 由于客户的强劲需求,台积电也在加速扩大产能,从而促进其半导体设备商合作伙伴的业务。 台积电,辉达和HBM高频宽记忆体领导者SK海利士,是AI时代的三大受益者。 台积电带动众多供应链合作伙伴搭上人工智慧的列车。 台积电未来产能的爆发,也将带动半导体设备商发展。 目前,台积电已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三座晶圆厂。 其中,第一座已于今年4月开始是生产4奈米工艺,量产预计将于2025年上半年开始。 第二座工厂将采用3奈米、2奈米工艺,以支援AI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,预计2028年开始量产。 至于日本熊本工厂,台积电第一座晶圆厂已完工,将于第四季度开始量产。 熊本二厂也将于年内开始动工,计划于2027年量产。 这两座工厂将生产40奈米、12奈米、16奈米、6奈米、7奈米制成工艺。 位于台湾的新竹Fab 20和高雄Fab 22厂,将生产2奈米晶片,并计划于2025年开始量产。 台中的AP5工厂将从事CoOS封装制造,而嘉义的AP7工厂将致力于CoOS和SoIC封装。 在这一系列建厂计划推动下,台积电正积极采购晶圆厂设备,吸引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满足其需求。 德国卡尔赛斯最近宣布投资3亿元新台币,在新竹科学园区建立首个创新中心,提供电子、光学和3DX射线显微镜技术的半导体测试解决方案。 CoOS设备供应商,GPTC红素科技,Scientech新云企业和GMMCorp居滑精密工业报告,他们的设备已全部预订完毕,新订单的出货时间定于2026年。 另外,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持续高涨,台积电不断暗示涨价的可能,市场预期也随之上调。 在最新发表的一份研报中,摩根大通显著提高了对台积电未来几年的每股收益预期,将公司目标价从980新台币上调至1080新台币。 研报分析,这主要是基于对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的需求加速,特别是N3和N5制程技术的涨价,以及先进封装技术CoOS价格的上涨。 花旗分析师Laura Chung也将其目标股价上调了12%至1150新台币。 6月中下旬,台积电股价在940新台币至950新台币之间波动,据摩根和花旗的预期还有约14%至21%的上涨空间。 具体来看,摩根大通将台积电2024年、2025年和2026年的每股收益预期分别提高了3%,9%和8%。 研报预计,从2025年开始,N3和N5制程技术的价格将小幅增长,增长幅度在1%到5%之间,同时CoOS的价格也将上涨约10%。 报告指出,随着产品组合的优化、N3亿占比提高和N3产量的提升,预计台积电的毛利率将在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上涨,达到50%至60%的水平。 业内人士认为,随着周期性复苏的加强,毛利率还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,因为台积电在N7级旧制程节点的应用具有上行潜力。 摩根大通预测,台积电的稀税前利润将在2024年后以22%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至2027年。 这表明,台积电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将持续提升。 届时,自由现金流也将大幅增加。 据预测,台积电计划将70%的自由现金流用于支付现金股息。 预计到2027年,台积电的年度现金股息将达到35新台币,年复合增长率为36%。 这意味着,股息几乎是2024年预期股息的两倍多。 人工智慧领域将强劲增长,台积电的优势还将体现在其在人工智慧领域的长期战略布局中。 摩根大通预计,到2028年,台积电的人工智慧相关收入预计将占其总收入的35%。 其中,28%来自数据中心的人工智慧需求,7%来自边缘运算的人工智慧需求。 报告指出,台积电在人工智慧晶片领域保持主导地位, 特别是在N3、先进封装技术、CoOS和SoIC以及N2A16制程节点方面的设计优势, 确保了台积电在这一快速增长的市场中的领先地位。 此外,预计台积电在2024年下半年和2025年将增加资本支出, 主要用于N3、先进封装技术和N2制程的投入。 预计2024年的资本支出将达到约310亿美元, 而2025年将增加到350亿美元。 预报指出,这些投资将进一步巩固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主导地位, 并支持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持续发展。 摩根大通的预报最后着重强调, 台积电几乎垄断了AI加速器和边缘运算晶片领域, 凭借强大的制程路线图N3和N2和行业领先的封装技术, 台积电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引领市场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